在英格蘭的威爾特眷,人們發現了一座巨大的3,500-4,000年前的巨粉墓弦 到目前為止,已經挖掘出了10個青銅時代的墓葬,以及3堆埋葬的火葬灰燼 威爾特眷因其歷史而聞名,因為它包括與新挖掘出的遺址周圍的索爾茲伯尼斯郊小鎮霍南姆附近約8英里出的斯通亨奇新石器時代景觀 斯通亨奇經歷了三個建造階段,最終階段的日期是公元前250年至1600年之間,與新挖掘出的墓墓同時存在 斯通亨奇的第三階段可能有多達6個分階段的工作,增加了新的石塊,移除了石塊,改變了石塊形狀 並挖掘了新的環形坑穴 據說,這是一個活動頻繁的時期,靠近斯通亨奇被埋葬的人們無疑非常熟悉這座巨石圈 威爾特眷已經有許多青銅時代的墓墓,其中許多在世界遺產地內發現 但位於索爾茲伯尼中世紀城市附近的這個地區還不為人所了解 那麼,我們對這個新的發現了解多少呢? 事實上,這是一個偶然的發現 該地區原本計劃建造614套新住宅 在建築商進入之前,科斯威爾德考古學家有機會挖掘 青銅時代的圓形坑墓在英格蘭各地都可以找到 他們通常被識別為由環形圍欄圍繞的土丘 土丘是從圍欄周圍開挖的土和石頭堆積而成 但由於幾個世紀的耕種,許多坑墓已經被移為平地並消失 而這個新發現也是如此 雖然谷歌地球一直顯示這個地區地下隱藏著許多歷史遺跡 但更多相關信息將在視頻結束時透露 坑墓通常由中央墓室、土丘和周圍的護城環組成 大小可以從不到10米到50米不等 還有其他一些常見的土地工程與之相關 包括有著較大中央土丘的中狀坑墓 有著較小中央土丘的圓盤狀坟墓 以及中央有凹陷的磁形坟墓 一些坟墓只包含一個墓葬 而其他的則有一系列的墓葬 有時會有同時安葬的多個人 正在調查的墓地有20個或更多的坟墓組成 從哈納姆邊緣的納土和古地平面 延伸到相鄰的白岩塞腰上 位於克蘭伯安、切斯、宽奔赤斯景觀的北緣 他們通常以小團处的形式排列 要么成對,要么是六個唯一組 目前只有五個被挖掘出來 至少有三個坟墓經歷了多個階段的變化 其中兩個被大幅度擴大 有趣的是 其中一個坟墓的形狀發生了改變 原本的橢圓形互成河變成了近乎圓形 這種形態的改變表明它可能具有新石器時代的起源 在中心附近發現了一個集體墓 其中埋葬著成年人和兒童的骨骸 可能是新石器時代的 這些骨骸現在被用放射碳測延技術進行了年代測定 這個坟墓還包含另外兩個墓葬 很可能是青銅時代初期的 這個橢圓形墓還穿過了新石器時代的坑穴 這些坑穴中包含一些紅鹿鹿角 古人們將其用作石槌 有時還會將其固定在木柄上製成草叉和耙子 考古學家還發現了梳子 碎石工具以及類似狼牙棒和賀水斧之類的武器 除了更古老的遺跡外 考古學家還發現了沙科遜石器的遺跡 包括一座可能是沉默建築物的水坑 帶有保存完好的木材、沙科遜陶器、鐵刀片 以及一塊可能是羅馬陶器的碎片 在這個遺跡的另一部分 還發現了更多新石器時代的坑穴 其中包含被稱為曹文陶器的陶器 這種陶器最早出現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奧克尼群島 然後隨著人們的遷徙傳播到英國和艾爾蘭 我們知道早期建造斯通亨奇 艾文和達林遁牆的人們使用了這種類型的陶器 這些坑穴通常含有少量破碎和燒焦的物質 試驗會的遺留物 偶爾也會發現一些珍奇的物品 在新的挖掘遺址中除了曹文陶器 專家還發現了一把微小的石英巨片 以及三個斜角箭頭 這個地方的歷史非常豐富 當我在谷歌地球上尋找這個遺址時 我發現還有很多隱藏的遺跡等待發現 隨著土地的乾燥 衛星照片可以揭示地下隱藏的考古遺址 雖然很難確定具體看到的是什麼 但從2014年的衛星照片中 可以清楚地看到地下有許多特徵 我們可以看到挖掘現場的墳墓 在它還是一個耕地的時候 但如果我們向來移動900米 我們會發現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地區 清晰可見的考古遺跡 進一步放大視野 讓目光在景觀上流動 我們可以很快識別出 恆川現代田地布局的遺跡 對於英國最著名的古代遺址 斯通亨奇景觀來說 這是一個充滿了歷史的地方 但顯然還有很多失落的歷史等待被發現 如果您喜歡這個視頻 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點讚並在下方留言 非常感謝您的支持